最後一個叫做音品 也考過也喜歡考 不過它比較簡單 就是發聲題的發聲特性 就是你打電話回家 你喊一聲喂 你的家人就知道是你 因為你的聲音有特色 一聽就知道是你 就叫做所謂的音色 就叫做音品 你的聲音的特色 聽聲音就知道 可以聞聲變人 就是因為你的音色 音色音品不同 由波形決定 當會有圖形 告訴你什麼叫做波形 當會有圖告訴你 什麼叫波形 還有波形來決定的 音色音品 聲音的特色 紋聲變人 就是因為音色 所以能夠分辨發聲題的不同 就是因為音品不同 音色不同的關係 音色不同的關係 OK 然後呢 波形就是時間跟振幅的關係 是由基因跟泛因決定的 基因跟泛因決定的 好 波形就是時間跟政府的關係 當然會有圖給你看 由基因跟泛因來決定 那麼什麼叫做基因 什麼叫做泛因 基因就是 基因就是 東西通常在發聲的時候 很少能夠只發出單一頻率的 它會發出一個頻率 比如說440赫 A調拉 可是它有440赫2倍 440赫3倍4倍5倍 那麼這裡面最低的那個聲音 最低的那個聲音 那就是所謂的基因 然後下降到泛因 然後組合起來就是我的波形 就是波形 所以這個圖上面 這個圖上面的C 這個圖上面的C 就是我的波形 它是由A跟B加在一起的結果 A跟B加在一起的結果 那麼其中 A就是音調最頻率最低的 音調最低的 那麼就叫做所謂的基因 A調就440赫 就是我的A調 440赫 就是我的基因 頻率最低的那個聲音 就是它圖上面的A 這個圖上面的A就是基因 然後它整數倍 440的2倍 440的3倍 440的4倍 這叫做所謂的泛因 像圖上面的B 這個B的頻率是A的3倍 所以3倍的440赫 它們440赫 那就是所謂的泛因 叫做整數倍的 它可能會有很多的泛因 不同的泛因 當然我會再跟你說 然後把基因跟泛因加起來 就是你真正聽到的聲音 真正聽到的就是負因 把基因跟泛因加起來 就是你聽到的聲音 叫做負因 好 這就是一個鋼琴跟小提琴的波形 我們都演奏A調 所以圖上面的最左邊 圖上面的最左邊 就是所謂的A調 440赫的地方 好 這邊就是440赫的地方 然後後面呢 就是它的2倍3倍4倍 你就發現 這個上面這個呢 上面這個有很多的2倍 有很多的3倍4倍5倍也很多 然後這樣後面都很少 這個呢就幾乎都很少 幾乎都很少 所以它們的機率一樣 可是泛因呢 不一樣 泛因不一樣 所以左邊的聲音就會 不一樣 所以呢 泛因的數目不同 有2倍3倍4倍5倍 有2倍5倍6倍 數目不同 比例不同 我的2倍跟你差不多大 我2倍只有一點點 比例不同 反正就這些不一樣 所以加起來就會不一樣 那麼小女型有比較高大聲音的 高頻率的泛因 鋼琴比較少 所以加起來不一樣 所以基因跟泛因加起來 就叫做所謂的負音 負音 就是這個C 加起來的結果 把A跟B加起來 就變成我的C 就是我聽到的波形 就是我們所謂的音頻 就是我們所謂的音色 所以有波形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OK 有基因跟發音組合起來 OK 那麼這邊呢 有個聲音 就這個 這個五個樂器的波形 有個樂器最單純 最上面那個誰啊 音差 音差 它只有一個聲音 所以音差可以拿來調音工具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一個聲音 它只有一個頻率 所以它會只會跟一個頻率共振 不會跟別的頻率共振 所以你可以跟它共振 基本上頻率是一樣 所以音差可以讓它做調音工具 因為它波形最單純 它只有一個聲音 它只有一個聲音 沒有別的聲音 沒有別的聲音 其他就很多其他的泛音就不同 圖形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 就是那個 音差波形最單純 知道這個可以 所以可以拿來當調音工具 其他都沒有關係 然後呢 剛才的說法 什麼兩倍三倍的說法 基本上只用在弦樂器 其他那樂器的狀況會有點不同 有些會不太一樣 我們就不討論 我們就只跟你講一下 弦樂器的情況 所謂半音式基因的整肅被動的情況 有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跟各位介紹所謂的音頻 重點叫做音頻音色就是聲音的特色 可以紋聲變人就是因為音頻音色不同 那麼音頻音色是由波形來決定的 OK 這是我們的重點